慈濟中山八德環保教育站 平日是很多机关团体或学校 学习回收的场所 这天也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 我是觉得说我们慈濟做这个環保站 真的是在精神可见 因为它很脏 我们第一次要接触的时候 好像怪怪的 但是做习惯之后 好像就会接触它 因为心想说 这个东西要变成保物 是要救很多人的 所以这个章就忘记了 他们是来自各个道场的法师 因为参与慈濟在中正纪念堂的 玉佛大典而与志工结缘 今年提前与慈濟法亲聚首 你看他们每个慈濟的古山 在做繁保也好 在做各种任何的义工也好 他们都充满了法 就是说我们在修学科 我们只是向上来讲 他们要遵从我们 可是在实际上 我们台队也是一个 是狐杀行者 谢谢大家这么热忱的款待 让我们感受非常的温暖 如同回到家一样 比回到家更温暖 像这个已经要一百年 体验回收也参观怀旧文物区 法师们的谦卑 都是志工修行路上的学习典范 大爱新闻 沈善美志工吕乔美王柱铭台北报道 如何把环保 看起来